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你都可能收到不同客户又或者不同朋友的一些feedback 其实最多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是什么呢 比如先投资先 如果要投资物业 首先就是价钱方面 还有你的负担 投资的额是想要多少 另外如果说说回报 当然你越中心地区 越漂亮的地区 始终回报是低一点的 我始终认为你投资的 除了看回报之后 你都看升幅的嘛 是啊 还有你日后用梦意出手呢 都是很紧要的问题 转手 转手都是核心区会比较好些 当然是啦 我认为有很多朋友 譬如说买到曼徹斯特那些地方 甚至譬如有些卡迪斯 去到新南摩尔斯那些地方 觉得那个价格好像便宜 但又怕它便宜不动 而且亦都怕租务市场没有那么活跃 其实是不是的 租务市场始终是有个市场在那里 但最担心日后你转手的 所以看每一个市场 除了你回报的 那我可不可以日后我需要钱的时候 买得出去呢 又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都是核心区 你还是觉得好些 如果譬如说 始终全球投资的房地产都是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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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投资方面你有分享做了 譬如如果真的自主 有自家的需要 在英国买房的话 其实你会有什么advise 或者吸取过以往的一些不同客户的经验 其实给大家一些意见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准备和留言 我和Depa分享 最近有很多年轻家庭带着两个小朋友 卖了香港一层楼 飘洋过海 打算陪小朋友读书 我认识了好几个家庭的年轻人 他就过去 没找到工作 带着两个小朋友 谁知道原来那边找楼 不要说买 租的 他先看你有没有的 我们叫credit reference 信贷记录 是的 如果譬如说 你去到没有工作做的 你没有信贷评级的 没有credit reference 那别人很多业主就不会租楼给你 就算他租的 他都要求至少六个月 或者一年的租金 嗯 嗯 那这个说租没有 如果说买卖的 所以我也奉劝很多 譬如说 有朋友想着移民过去的 那因为始终如果你在香港 仍然有份工的 因为你如果譬如说 你我打算做onkit的 去买一间英国楼的 如果你是没有income 没有收入的 没有credit reference的 很难做的 是没有 直接做不到 是 除非你给很高的利息 高高的利息 那当然你不想给很高的利息 那所以我奉劝所有 无论去投资啊 或者移民的朋友呢 就做多点功夫 是的 咨询多些 那我们是专业 譬如我们是问多些professional的 是 买海外物业的 那些专业人才 那你拿清楚 因为始终你买一层楼 是一件很大的投资 不是买博菜 是的 是的 到时你买 到时你去到 哦 原来 我申请不了贷款的 那就很头痛了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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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